定屏冷氣在開啟冷氣的狀態只有0跟100%的效能 所以使用定屏冷氣要省電 我們要將遙控器的溫度設計在16度或是18度 我曾經就有個客戶跟我分享過 他營業用早餐店的店面 夏季每天大約會開8個小時吧 由洗冷氣跟沒洗冷氣的電費至少會省 家中空調冷氣只是家庭中耗電最高的 又緊接著今年電費調漲 只要你們家使用的電費度數越高 所調漲的幅度甚至高達11% 今天這支影片要教大家使用家中空調冷氣要怎麼省電 不囉嗦直接開始 首先第一招 這第一招先講只限定定屏冷氣 如果你家的冷氣是屬於定屏冷氣類型 記得在使用冷氣的時候只需要更改使用方式就可以省電 冷氣產生的電費至少會省下1 3 因為定屏冷氣不像變屏冷氣會隨著溫度去控制整台冷氣的 35% 50% 70%的效能 定屏冷氣在開啟冷氣的狀態只有0跟100%的效能 所以使用定屏冷氣要省電 我們要將遙控器的溫度設定在16度或是18度 再把風量調整至強風 讓定屏冷氣達不到你所設定的溫度 進而達到省電效果 因為定屏冷氣耗電的原因是當你遙控器設定溫度在26度 定屏冷氣到了26度時效能會停止 等到定屏冷氣又偵測到27度時壓縮機又未開啟 這啟動的頻率可能只是幾分鐘就啟動一次 而定屏冷氣開啟一次的電力是平常為止運轉的幾十倍 甚至百倍電力 這點以前我住高雄的時候就親自體驗過 使用的是15年以上的定屏窗型冷氣 每天開12小時假日全天 當時的夏季電費我記得2個月好像只有2000多塊 但這樣使用冷氣雖然省錢沒有錯 但會造成整個空間太冷 如果覺得冷記得把風量調整至最弱 再蓋後面被穿外套即可 接下來講第二招清洗冷氣濾網 因為冷氣濾網如果沒洗的話 就會造成像我們人戴口罩一樣 進氣變得困難就會影響效能造成電費增加 同樣道理也可以運用在 如果你的冷氣有使用賣場賣的冷氣過濾網 增加過濾效果 記得也要更換新的冷氣過濾網 避免冷氣過濾網髒污過多導致電費增加 再來第三招清洗冷氣也可以省電 像我職業是清洗冷氣嘛 我很常看到冷氣因為使用時間長 內部卡了很多髒污導致影響了冷氣效能電費增加 我曾經就有個客戶跟我分享過 他營業用早餐店的店面 夏季每天大約會開8個小時吧 他說他每年都要洗冷氣的原因是因為可以省錢 由洗冷氣跟沒洗冷氣的電費至少會省1000元以上 那你要怎麼知道你家冷氣需不需要清洗呢 接下來這裡我教大家你要怎麼檢查你家冷氣需不需要清洗 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在冷氣靜止的狀態把冷氣出風口往下掰開 看看裡面的風扇是不是有呈現這種毛毛的狀況 風扇呈現的毛裝越多代表著影響效能也就越多 就會導致電費增加 步驟二把冷氣濾網抽出來看看冷氣上的蒸發器 是不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髒污 這些髒污越多也會影響到效能導致電費增加 步驟三把冷氣打開之後遙控器百頁設定在固定位置 在百頁沒有動作的時候呢 把百頁手動往上推再關機 這樣的行為是要讓百頁回歸至原本的位置 第三招換新的便秤冷氣 如果你的冷氣本質上已經老舊了 基本上上面的三招能省的費用還是有限 我有不少的客戶因為換了舊冷氣 從原本家用電費兩個月8千一萬塊 變成兩三千塊 當然換的冷氣品牌又差啦 這裡我建議你首選大金 再來才是國際日立北鄉T系列 第四招則是清洗冷氣室外機 如果你沒有請像我這麼專業洗冷氣的店家 去清洗冷氣室外機 冷氣室外機會因為卡張導致電費增加 原因是因為室外機都放在室外的嘛 常常會有一些鴿子啊 鳥毛之類的 導致散熱不良 影片最後記得冷氣濾網清洗的時間是 每天開8個小時冷氣的狀況下呢 兩個禮拜最好要洗一次喔 外機則是三個月自己沖水一次 不要跟你的錢包過不去 洗機拜拜 能省則省